欢迎收看今天的保证新闻 矽谷有两个大地主 一个是Google 一个是Apple 苹果公司 这两家公司都以科技产品改变了世界 他们聘用了大批员工 合计拥有矽谷160亿美元的房地产 但是Google和Apple却对矽谷长期以来的房屋危机 有不同的解读和做法 Google态度明显比Apple还要主动积极 Google Apple在矽谷拥有的土地面积差不多 Google在Santa Clara的不动产价值大约有75亿美元 Apple在Santa Clara County的不动产价值大约有90亿美元 Google在新开发案当中纳入了住房考量 最新的园区开发案就以南湾交通转运站 Santa Clara市区的德瑞登车站为中心 反观Apple面积达到175亿亩的太空船总部 不但没有规划住房 也不接近公共交通路线 有人认为Google的到来会大举轰抬Santa Clara的房价 所以Google必须要为Santa Clara的住房危机付出更多努力 Facebook和Google最近都承诺要投资10亿美元经费 协助湾区和其他地方解决住房短缺问题 相较之下 苹果对地方住房危机毫无作为 不过面对外界的批评 Apple苹果公司也有话要说 Apple发表声明提到在过去的40年以来 Apple一直以弯曲为家 对地方经济和社区建设一直都有贡献 包括捐款给Copitino房屋基金改造社区 包括要求员工投入大量的时间 免费为地方编写和教育相关的电脑城市 另外还投入大笔经费改善戏股的交通 Apple强调他们相信人人都应该拥有可负担住房 Apple也将会致力和州政府地方政府合作 解决住房危机 新闻最后来看人各有命 来看这个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富豪后代 他的名字叫做谢成润 今年才24岁 他的父亲是香港上市公司中国生物制药执行长谢炳 最近他的父母亲以馈赠方式将市价38亿8千美元的股份转让给他 一戏间24岁的谢成润成了亿万富豪 他在Instagram上合照了很多的名人足迹遍布全世界 感谢收看 下次见